下一題關於科學家的敘述是正確的 牛頓提出的是光的粒子說 惠根斯是波動說 馬克思威認為光是電磁波沒有錯 那赫茲他是用實驗 電感和電容充放電 高頻率震盪產生電磁波 不是雙瑕縫 雙瑕縫實驗是陽格 所以朱選項是錯的 以選項陽格實驗 那個光具有波動性也沒有錯 陽格的雙瑕縫來 雙瑕縫實驗證實 光具有波動性